好 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和大家見面 我們第二節的話題就是香港的報返的情況 剛才我們講了一些歷史和經營一些情況問題 我們都想多些了解一下 每一個行業都是一個黃金時期 報返我想由60年代開始發牌 由1300多個牌 慢慢下跌到四五百個 已經不見了一大半 報返的黃金時期是甚麼時候 《昏水嶺》出現 最黃金時期就是《東方日報》出現的電視 有《東方無窮人》 真的 因為它是施起了一個報業 《東方》之前那些報紙有革命性出現 那些報紙是很薄的 《東方》之前那些報紙有一兩張 那時候的形勢上就是兩大類報紙 即是多了人買報紙 是的 因為《東方》的出現 直到購買報紙的人數多了 沒錯 沒錯 多了一點 那時候多成怎樣 有些不是看過報紙的人都會買報紙 你們估計多了幾成 《東方》出現多了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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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說現在那麼涼薄的 跟現在的代理商 因為那個代理的制度比較好一點 我記得現在報犯 少一毫子都不用拿到報紙的 東方那段時間 有些報犯還可以說困難 跟代理商商量 遲些找數可以的 基於就更順著你這個行業 現在就沒有的 你找遲 你沒有找遲 未到你明天就沒有報紙買的 那個黃金期 報犯的黃金期是多久 除了東方 我了解那些漫畫 特別是龍虎門 龍虎門出現的時候 黃若浪時代 都令到報犯 所以東方只是報紙有一個介面 那段時間 東方出現了 跟著那個漫畫都很蓬勃 就是黃若浪的漫畫 露點等等 買報紙雜誌都不樂 那時候那些迷你 老爺車的那些年代 後期的 後期的 再後期的 龍虎炮出現了 龍虎炮的那些 龍虎炮的那些 什麼藍皮書那些 藍皮書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名字就是 那時候有一點色情的 成人雜誌 那些叫成人的刊物 成人的刊物 那些年輕人 也不要是年輕人 那些男士喜歡看的刊物那些 那高峰期令到你們的收入應該好了很多 因為你除了本地漫畫 還有引入了日本那些漫畫 翻譯的 那些叮當啊 龍虎啊 亂馬那些 那個時期就最蓬勃了 就是各個報紙檔都收入就較好很多 就是漫畫的多元化了 跟早期的那些只有財宿 我們年輕人的年代 十三點那些 孔夫子那些 那些東西多元化 變成多人買了 但是那個運作情況呢 雜誌和報紙和香煙 其他的收入 比如在高峰期的時候 那個比例是多少度的 東方那些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不是太以來煙仔的 即是附加品的 有些當口不賣 甚至早前好像不給賣的 臨美加下加上給煙仔 早前是非法賣的 早前要特別拿牌的 就算有些他都不賣的 因為他找到食物都沒有考慮過做 因為其實你搞得定你就算了 不想做那麼多東西 真的不用做了嗎 但是那個時候一直一路 大家演變 現在積弱了 就要多些東西賣一下 那十多年來講 我可以這麼說 報反了黃金期 東方之前都不是找不到吃 那個時候比較穩定性 因為那時候那個社會的動盪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的 他們平穩 搞定兩餐 這樣吃就可以了 同時報反了一個好處 他經營的檔灘 大部分都是住附近的 他就真的走過來開工燈 很多數都是 還有那個交通費又省了 但是那個報紙的銷售 會不會黃金期都佔你的收入差不多超過一半以上 會不會這麼說 會的 超過一大半 因為我們的黃金期那時候也是香港人的黃金期 他們就賺很多錢的 所以他們不介意買多些東西看 那時候你開頭就賣百多份一天 黃金期有沒有記不記得 即是一天賣多少份 東方他們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最多賣二百多 東方賣二百多 一隻報紙 東方二百多 只是一隻報紙二百多 哇 加上那些不是一千 賣了它便宜的時候賣了四百張 即是兩元兩元那時候 四百張東方 只是東方賣四百張 兩元賣的時候便宜了 蘋果那時候就減了一些 經的又差了 蘋果又和它 哇 即是和你那時候一百份一天比 哇 只是東方四百 加上其他那些 還沒有六七八以上 所以有的了 是嗎 有的了 加上那時候賣得有酒樓 哇 差很遠 還有三檔 三檔 其實很容易計算的 就不是它一檔 其實很容易計算的 那時候 為什麼呢 東方出現的時候 Seven OK 還沒有太成 是的 還沒有參與 那我就計算它印的法子量 那時候東方是掌握著 每日六十萬字 那個年代 六十萬字 如果你攤回報攤那個平均來說 真正受益就是報攤的 沒有人分別來說 那時候報攤那個法行 有沒有佔報紙的法行 七八成以上 你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沒有OK 七仔之前 譬如這個八十年代 差不多以報攤為主的了 差不多八九成 報攤加一些是入舖的 有些少許店舖 九成是落了在這裡吃 變成了來講 甚至開個攤檔 有些要租的地方都找到吃的 都可以開個成的 現在就沒有人開 很難開的 那其後就地鐵開了 地鐵開了 地鐵裡面都有些店舖賣報紙 對啦 地理店 叫做地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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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就逐步多了七仔 對啦 競爭大了 沒錯 那裡逐步的發展都挺厲害的 厲害的 就是我記得早幾年和那些報犯去遊行請願 其實去到OK那裡抗議 因為他們 你賣六塊他就賣五塊 是吧 導致那些報犯收入大幅下跌 就是現時七仔和OK佔那個報犯發行 都去到差不多四成 四成 足四成 四六的 現在有機會接到五 是的 他們逐步地入侵市場 蠶食了報犯報紙的收入 變成便利店那邊 就拿了你一半的市場 只有一半再給大家分 所以變成你就要慢慢閘落 我們少了行家的因素就是它的出現 這個市銷比獎的 是的 那個黃金期到哪段時間 開始低落收入 就是那個整體銷售的情況 黃金時候過後 低落就免費報紙了 那有OK7那些 差點了 變成那些人整整 又有酒樓那些又有電視 餐廳又有電視 那些人都不買了 都不買了 九七過後你負資產 跟著香港人收入 那些人經濟又沒有這麼好 就跟著我們的黃金期又結束了 就跟著你又有 就跟著你又有 除了九七回歸 是的 那個黑語 那個黑語之後 我們這行都是一個重宅區 你控制了酒樓 有電視機看 餐廳有 跟著你的酒樓倒閉了 我們全部都是依靠酒樓那些食店 那你經濟不好 有些酒樓倒閉了 我們就在外面 你已經生意欠了一大堆 那所以越來越依靠煙仔了 煙仔又加價 煙仔又更加 煙仔又更慘了 煙仔又更慘了 所以有一段期間 特別提供過去的十年多的發展 就是第一 那個漆仔OK 蠶食那個市場越來越厲害 那你們一半生意給了他 那第二就是 就是 價錢加價有沒有影響呢 就是報紙加價 一定有的 有的 很重要的 那剛才講到那些酒樓多電視 那些人去看電視都不是報紙 是的 現在那些攤廳都好 有報紙 有報紙 供應了那些客人 現在好像麥當勞都有報紙給你看的 就是一樣有放在那裡 你吃完 吃早餐看完放回 但是麥當勞不會和你買的 那些報紙 就是了 又是我們有沒有收入 又沒有收入 那另外那個 就是年輕人 越來越少看報紙那個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有 他上網 上網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爸爸買一份報紙 那時候我們會看的 是的 那現在那些小孩都不好看報紙了 我自己賣報紙 那些小孩都不看報紙 不看嗎 是啊 上網 上網就差了幾個頭 你現在說是對 那些人上網看他 那些廢市買 那些報紙的興趣已經是不可能 不可能 那現在的報紙 當那些靠什麼銷售 做回那幫 有時候看那些報紙集團那幫人 上了年幾 就是舊的 舊客 是啊 那些舊客呢 那些走的一個都一個了 都沒有辦法了 那些 都要生存的 我們都要 高峰期現在那些報紙 哇 出道的時候一百份 高峰期呢 只是這個東方都四五百份了 是吧 那到最近 那個情況又惡劣到怎樣呢 最近更加策略了 走了我們都沒有了 走了沒有了 總共買了多少錢 只是報紙 賣了一百多張 又去回三十幾年前 我由早到晚了 五點鐘 做到九點鐘 現在是所有報紙 一百多張都很慘 哇 跟我們一樣的情況 是啊 整體那個報紙的情況 就是那個報紙的情況 越來越惡劣 是啊 很惡劣 那你覺得你可以捱得多久 都沒有辦法了 我們去做事就沒有人請了 這麼好 都要做的 都要 那雜誌的燕姐的收入 會不會有些幫助呢 那幫助當然有幫助 不過你加了價更加 已經少了幾成了 那些雜誌都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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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的行業 自己內部競爭都要減價 雜誌減價 是啊 就是跟那個標價那裡打個折扣 是的 跟那個售價打折扣 那你那些是我們的利潤來的 原本是 那我們減了出去 那現在煙仔又加價 那又少了些 那樣樣少 我記得上一次 080那一次 加煙稅那一次 那一次 就有些 賣私煙那些 漏一些報販 幫忙賣的 那是080那一次 080那一次 其實都很吸引的 這麼好利潤 很吸引 但是你 就是 你不會賣的 因為有些客人 他如果是食證價 他就一定幫忙 如果他是想食水煙 他不會跟你賣的 他別處有渠道買的 那但是有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不行的 如果你被人查 外觀查到 家裡都搜到你 不行的 因為我們有個正當牌 我們是不會做這些務點 補犯的那個底線是堅持 不行的 不夠膽的 其實我們都不敢說沒有 那可能有些就是個別事件 那我都 我也透過傳媒那邊證承 是有個別的 但是這個就是絕少數 或者他挺而走險的 程你講 或者那一輪他很不行 那些人都要做 那基本上 報返就不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還有一件事 譬如他做了這件事 他有一個負面的效果 那個相遇 其實吃煙的人 吃煙的人很小心 知道的 知道你買過之後 以後不會幫襯你的 所以變成他們都很堅守這個位置 因為現在事實上買煙的地方不多 特別是怎樣加我們 那報返都不想說是失手了就成事了 自從08年那次大福加煙稅 那時候已經講到那些報返的收入 那個收入不見了三至五成 那時候政府和政府談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那些報返的收入可以好一些呢 那時候也想到一些建議 想到建議就是 同事行處那邊開了會 就增加了一支水給他們賣 那寫多一兩天小息 那些全都有的 即是賣開 利是風那些 寫了下去 那些就是小鬧小打 但你的檔子這麼小 那一尺半成那六尺 你賣了很多東西 水很矛盾 你放了多少支水啊 很矛盾 你不要放雪櫃在那裡賣啤酒 現在都想爭取 沒辦法的了 兩者 現在這個問題是說報返 其實你猜他想做這麼多東西嗎 如果只買兩張報紙搞定兩餐都不想做 是啊 好像你剛才說的 不是啊 好像紐約那些 我們去紐約呢 看到人家整個檔位賣報紙 有些就賣了整個攤位那樣的 有些賣了Hawk Dog啊 賣了其他東西 現在國內也有一個報紙停的 即是一座都可以 可以買一些小食的 其實都挺漂亮的 很厲害的 整間屋這樣 現在講到這件事呢 又是講回一個投訴 即是食環處那些不負責任 我們報反而是很搞笑的 你在這裏做 你的尺寸這麼大 告訴你 那你就給了一張牌子 那牌子一張紙來 寫著尺寸 什麼都沒有給你的 那牌子有寫一名賣啥 寫一名一二三四五 但那個位置是你自己要放下去的 即它不會和你有任何的 不會寫著什麼街什麼街 寫好了 但你總理來說 你用什麼方法擺它不理你 所以變成報紙有些就成了 好了 所以現在全香港報反 很依賴這些煙燥箱 幫它做個箱給它 現在那時候就很荒謬的 拿牌板放著 兩張椅子放著 開檔的 那我常常說 這樣可以的 大佬你的錢收了別人 你都去哪裏講 大陸都寫一個報紙停給別人 現在不是了 好了 那給它自己搞 又說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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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怎麼做 只好看又說不行 又說大了超越 又說大了 又說大了 又說買告白 又說買告白 很矛盾 叫它拿錢出來 做到來講 我覺得食環處 完全是沒有關注報反的存在 它就是很管理 剛才你講開 那些報紙檔找一些的燕草商 其實很多朋友未必清楚 那些報反的那些檔 你要搭個鐵架 都要兩三萬人的 保守幾萬人 保守 以前那些再舊的那些 可能弄了幾塊木搭了 然後弄了一把傘 很流行的 是吧 超黃萬策 超黃萬策 最近這幾年有些新的 就弄了一個架 然後有一個棚伸出來 那個幾萬人的棚 那些煙草商贊助 令到你們減輕壓力 當然它能給你錢 當然是賣去那種香煙的告白 沒錯 早很多年那些傘 都賣一些香煙廣告 現在完全不行了 現在不可以 所以那些大傘 又賣那些什麼沙龍 什麼萬寶路 那些都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了 但有沒有其他的廣告商 可以取代香煙廣告呢 我們都想的 現在我們 雖然我都和食夏至於爭取 希望給我們一些廣告 它就說 你買的東西 才可以做廣告 為什麼 我在那個棚那裡 整個招牌 什麼廣告都不行 譬如說收大福金行 這樣都不行 沒有相關 即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都不行 它跟你沒有相關性 沒有相關性不行 這樣整個人說 我覺得很恐怖 你說報返大聯盟賣廣告 都不行的 都可以 可以 那些產品 產品 報返大聯盟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給廣告 那用我打我的命 都可以 其實這個他們很死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應該 為什麼呢 早期 當我記得上一次 你都在那裡 政府上次取消煙草廣告的時候 我們不是力爭呢 因為我們有豁免權 全世界都沒有 是報攤的 二人那裡可以有的 後來都說 最後的死線 到那裡就成了 那我覺得力爭 這樣行不行 都有一些官員 或者議員都說 你不是一定買香港的 其他可以做的 我說你幫幫忙 我電訊營科 可樂什麼的 我都想做的 但是人家肯賣 人家一看 你說不行 那個 license 裡面沒有這件事 現在還沒有談到 沒有 他會說的 那一次講完之後 就說 政府特別這一次又加煙稅 政府經常都說的 說 咦 你們的 又加煙稅 導致你的收入減少 有些什麼建議 可以令到你們的收入可以加回呢 政府經常說 你提建議 我們盡量幫忙 政府最流行的 我提了一張 起碼多個廣告 我們裡面的條款 擴闊一些不行 我就很簡單 我就比較進取一些 七仔買到的東西 希望鋪灘都可以買 除了 我當然沒有漏了 我可以寫下去 除了那些叫做 牽涉衛生條例的那些 我說的意思就是 因為這樣是一個好處的 如果你寫下去 寫到那張單是寫不到的 譬如說 你都可以跟著他們來說 因應的檔口的需要 有些檔口可能就是 賣的東西可以的 有些檔口賣的東西可以的 譬如工廠區那些 賣勞工手套 賣的東西可以的 你就可以廣闊一些 譬如那些旅遊區的那些 可以買一些旅遊性的東西 針對遊客的那些東西 就不要寫下去 那廣闊性 你就可以寫下去 你不超過 譬如我給個角度來講 你不超過20款 你不超過10款 你超過了就不對 那你就選擇 試完這10款不行就試 那個靈活性大一些 就不要死板 當然是放到你可以放在角很闊 但是你 除了書寶雜誌之外 以外的東西 就是不要超過10款 那就 OK 譬如你爭行寫下去 dollars 你沒有意思地管律師封 所以都會過年再買 又咪掉我這個的 很噁心 印刷品便行了 那你使不子寫下去 這樣好解 這樣也沒意思 真寶珠也不行 所以為何又要這麼死呢 既然大家有誠意去幫助那部份 就希望它 誰都讓它選擇 我們的指標看著零售店有的 我們買 但它當然不會賣光 因為地方那麼小 它做不到那麼多 它入貨沒有時間 可能它會選擇賣幾樣東西 同時有個好處 就不讓我們行家互相 譬如有兩檔 大家說你買珍寶珠 我買香後膠 不爭嘛 是吧 因為不記得行家的磨擦 所以我是比較在這方面的 同時廣告的爭取我覺得是要的 因為你已經令到我沒有香煙廣告 做回其它廣告 我們有建設性的 廣告不只是單一件事 譬如我們幫助政府手 政府有一個半工身的部門 譬如說旅遊發展局 報返有很多旺區 在旅遊區是可以和它合作的 做宣傳單章 或者掛你的東西 同時在旺角 他們那些地方 特別在旅遊街附近 有很多遊客 很多有問路的 金行那些區附近 有很多內地遊客 很多這些 我們可以幫忙的 經常問路問路 經常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旅遊大使 或者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的 這個可以怎樣也都可以幫到報返 解決了報返的 我那天提出很見識性跟他們說的 但到現在他們是否還未回應我們 我也不知道怎樣做 這個至於怎樣令到一些報返的收入 基於那個擴闊的售賣的物品增加 或者是增加一些廣告的機會 是令到你收入可以好一點 我想剛才說到這個二十年前 這個報返的黃金期 到最近這樣 又可能開始跌落谷底了 直揚 直揚 很好吃 說我們之前是直揚 多一個行業已經是這麼辛苦 這麼困難 又要面對這麼多東西 但是他又找不到食 怎麼有人入行呢 你自己都不會讓兒女兒入行 但是你如果好 我現在所有的智力 想經常改善報返的營商環境 起碼讓他有人找到食 不要那麼多 那才有人加入來的 就是你羅女士都不敢 叫女兒再去 但是還有前景 他不做 讓他去城 同時現在我覺得政府真的想 就是扼殺報返的 因為剛剛出了一條例就是去年的 計成是一年 一次過計成而已 是的 如果他加累了就沒有什麼 這個是荒謬的計成權 再給你計成 你都可以做多幾十年 我說不是 剛剛有個個案子過 剛剛計成 不知道三個月 那個計成只是死了 老母子還沒死 那當就沒有了 他用了邏輯 我計成給你 你就可以繼續延續幾十年 原來那個老人家還沒死 那個年輕人死了 50歲那個死了 70歲那個老人家還沒死 前回一個個案子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檔口 那時候叫總督那個檔口 可以看到的 報返面臨的苦困都幾嚴峻 究竟這個報返出路是怎樣 還有究竟走入谷底有機會反彈 還是一個直揚 直到報入一個黑暗 我們第三次回來再看看這個出路 和前景究竟是怎樣暗淡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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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